外交部长吴钊燮前往立法院报告外交危机的因应策略 媒体关注18个邦交国的动态 但他只是一直说谢谢不愿接受访问 最后凹不过媒体要求 表示自己紧愿回答与美国有关的问题 吴钊燮受访时感谢美国国会再次推动友台法案 后续将与美国政府磋商以确保台美国防合作的具体推动 关于未来如何维系邦交关系的问题 吴钊燮在回答立委直询时表示 美国将对此提供协助 我政府已与美国行政部门交换意见并取得效果 我们跟美国之间已经就如何来维系我们的邦交国的这个关系 有很多非常坦诚非常深入的这个对谈 也有一些很好的效果 我当然知道有一些进展 包括国会啦 NDA 不止就是跟行政部门之间就我们的邦交国之间 国安局则在交给立法院的报告中提出警告 中共对台湾邦交国的态度 以由过去的长期打算 事情推进 改采全面交往 主动出级策略 也就是透过双边及多边接触管道 积极开展高层互访 经贸合作 原文交流 全方位推进与我邦交国的关系 寻求双边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许多立委也关注台湾与其他国家建交的可能性 吴钊燮不愿对此做出太多说明 仅强调外交工作有很多只能做不能说的事情 外交部将会检视 有无结交新朋友的空间 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祥云 王兆昆 立法院采访报道 零物局 零物局